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 也就是说希望能够财务透明化 也能够让大家来相信说 你的钱是可以捐到最有效益的单位 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我们邀道的来宾 也是我们的主讲人 就是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的理事长郑幸珍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秘书长李雪莹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已经成立多年 他们讲求的就是要让大家相信说 公益团体是有效率而且能够自律的 所以李市长我想请教你 你们到底已经成立几年了 我们成立四年多了 四年多 这四年来到底有哪些团体加入你们 我们从刚开始有六十多个团体 到去年年底我们有103个团体了 大概是哪些团体 能不能让大家知道 国内知名有哪些团体在里面 主持人您的团体立新 联合劝募 红十字会 儿童福利联盟 残障联盟 老人福利联盟 我想我们 甚至公事基金会也在里面 对不对 对对对 大概这些在做这些募款的 比较知名的团体 我想90%都在我们的联盟里面 其实当时你们要成立这样的团体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在国外早就有所谓的自律联盟 那你们这次组成了这样的一个自律联盟 最重要是希望达成什么 国外自律联盟岛没有跟我们很相近的 国外是比较有一些团体 他们有多年的经验在做 对慈善团体捐款庭做认证 那他们会设定标准 然后根据标准来做 类似评分做等级 然后公布给社会大众 或应捐款人的要求 能够来提供 那自律人们的成立是看到台湾 虽然主管机关对所有的团体 有很多的规范 但是很多资讯还是不透明 所以我们感觉能够 由这些已经在国内都蛮有知名 也做得蛮好的团体 来呼应说除了我们对主管机关的要求 我们去配合以外 我们来自律 自律就是一个比较类似道德性的 超过法律要求的标准 其实谈到自律 因为公益团体的自律 大家就是说言论像媒体有自律 那可是公益团体要怎么自律呢 雪莹你们到底你们强调的自律是什么 我们举例来说 像法律里面规范的是 比较多的就是像理事长刚才说的 他在公益团体里面设立的时候 他会去管 就是说你设立要怎么样管 要交什么东西 很多文件的paper 那他在运作的时候呢 他大概只有说 你每年交财报跟工作报表 但是是交给主管机关 就这个样子 那也就是说假使 今天比如说主持人季姐 他的立心基金会 他如果没有参加自律联盟 那你只要交给主管机关 因为是内政部 那就可以了 那今天假使我要捐款给您的时候 基本上您是不需要 一定要给我看 您的工作报表跟财务报表 是这个样子 因为法律并没有这样子的规范 但是我们就把它想一下 这个就好像是说 假使我们这个捐款市场 把它想成像这个 卖衣服的市场 或者是卖商品的市场一样 但我们现在就看那个衣服后面 他那个都会有个标签 他标签就是 我买的时候我是会看 就他会说比如说棉 你含多少percent 对不对 麻多少percent 丝多少percent 或viscose 现在你做这个还是poly 对不对 有时候你在卖衣服 小姐会跟你讲 这是棉的 对 没错 可能棉就不占10percent 举例 那所以说 我们会希望说 假使我花了1000多块 去买这个衣服的时候 我要很清楚 它的成分是哪些 那这个就有一点像 我们这个自律 就是说 当然它还是可以捐款给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 更聪明的一个捐款者 我们捐款会更有效益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很想知道 你捐款中的百分之多少 用在业务 哪些用在人室 哪些用在办公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就是对 所以你们会要求 所有加盟的团体 公告他们的财务吗 对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说 所有要加入自律人们的团体 第一个他要先签公约 就是我们有这个自律公约 那里面有7条15项 那这些公约以外 里面最重要 就是团体要将财务报表 还有工作报告 交到自律人们 然后自律人们帮他po上网 所以你们的网页很重要 对 加入的团体 100多个团体 全部的财务报表 都在你们的网页上 对 比如说我们想看某一个 很有名的这个 连券好了 连券的团体 那你可能想多知道一些 他去年的财务状况 或他的手道的权 用到哪里去 事实上你可以上连券网站 那连券网站 他可能会公告一些 但是有时候 有些团体他不一定会公告 所以你问主管机关 他有他不会给你 那所以自律人们就补了 这一个缺漏的 这个拼图的一块 所以网页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对 雪姨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那各位观众大家好 就是说我们刚才就是 大家应该都听到 就是我们就是 财务透明跟这个工作也透明 那这就是我们的网址 www.npoalliance.org.tw 就是npo联盟.org.tw 就麻烦就是各位如果说 您想要知道 你应该捐给哪一家比较好 那我们刚才讲讲 就说这个他的财务是怎么样 他的工作是怎么样 先去看一看 然后你再做决定 这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所有加入 你们都要求他一定要上网 对所以上那个网站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会员的名单 假设你想知道是不是会员 就先看有没有在会员名单 假设你想进一步了解 他过去所做的哪些服务 哪些捐款 再点进去会看到他的财务报表 那我们这四年来有些经验 有些团体不是很配合 我们就让他离开 因为假设不做这件事的 就不能在这个 就不符合条件 对对对对 所以至少加入公益联盟的 这些组织 应该是比较可以被信任的 对不对 我应该这样说 当然我不敢百分之百 但是我想信任度非常高 也许他在处理上 因为大家我们慢慢在辅导 有些这些经验还不够 比较小的团体 那我们在辅导他 也可以像大团体做得很好 因为我们也有小团体 他也是有这样的理念 他也加入我们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年里面 我们一方面让财务透明 一方面也辅导他们 能够在工作报告跟财务报告 做更好的呈现 让捐款者能够知道 他们做什么来对他们支持